前不久在吉林长春 一名女子登上了高达十几米的高架桥上 扬言要跳下去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而这一幕也被夜巡到此的民警发现 随后一场危险的营救就此展开 我们车行驶在自动向西行驶 行驶在西安大陆上 快到青浦桥桥下驶 看这围了很多人 这时就有群众来上了拦车了 说那有人有一名女子要跳桥 情况非常紧急 这女子非常危险了 当时别人有条快速路的出口 我们从逆向行驶 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 到达现场后 民警立即冲上去 紧紧抱住这名女子 并对其进行劝导 我们三个同时 我是跨到桥那个防撞墙上 扯住她的那个腰部 就就抱住了 完了那个郭尔华是上去拽她胳膊 陈宇是把她腿 把她半个身子 侧在那桥外 这个女子当时非常不配合 情绪非常激动 就是想往前跳 几次险切把我和陈宇 我们带到桥下 但是面对民警的劝导 这名女子并不配合 竟一度将右腿直接伸出 脱离桥面 情况十分危急 她就本身就是情绪特别激动 就想自杀 轻生 这个女子是得有一米六七左右 我们最爱的时候非常沉 但是我们在去的时候 我已经交代她们了 我说咱们只要刀住这个人 枪不能撒手 撕死最爱的她 千万枪不能撒手 记住了 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 最终这名女子被民警成功救下 但是令民警意想不到的时候 危险远没有结束 经过后来到咱们 送到咱们管局派出所 普遍派出所了解 因为感情就分 她的男友跟她要闹分手 她一时不理解 她在跳桥之前 吃了药 到到达咱们派出所之后 就昏倒在地上 往后来经过120 钱就拉走了 经过四个多月是脱禅了 现在人正在回忆街中 人家去窗户 马回忆下 看被决定进入 优优独播放 惊若 炸汽 转酪 地坑